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20大快要举行了 在10月份的时候 那到底整个20大对我们整个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的18大、19大 其实整个工作的肝要定下来 我们国家雷厉风行一直在做一个改变 过去的10年真的好日子 真的过了不少 而且的时候逐渐逐渐看到国家进步 这10年里面进步真的是非常快 20大我们当然有期待了 那可是在最近的时候 我们看到新华社在9月19号 印发了中共中央要求领导干部 人上人下的最新规定 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看到国家的改革的路真的是要一直走下去的 不会停下来 所以今天很开心 请到枪叔跟我们一起谈一谈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好枪叔你好 各位听众观众晚上好 大卫老师晚上好 晚上好 好 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能上能下 什么叫能上能下呢 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吗 江苏 能上的问题就不用解释了 能上就是说你是优秀的 你这个能够严管能够场馆 我们说严管场馆 你作为一个干部 干部你有你的这个我们讲就是说 你德才兼备 忠诚干净等等等等 这些干部当然要上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要下的干部 这种要下的干部呢 就是说它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这个我们党的干部 中高层干部 包括这个厅级干部等等等等 这些干部中间大部分是好的 那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我们说老百姓讲的 躺平干部 我也没有什么政绩 但是我不犯错 我就可以这个平平安安的走完 一直到我退休 那么你对社会的贡献 对党的贡献 你和对人民的贡献在哪里 所以讲明白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么所以说对这些下的干部 这个从我们的这个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之规定里面 实际上讲的很简单 列了就是说我们说有15条的红线 这个15条的红线 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 就例如政治能力不过硬 理念信念动摇 包括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 政治观念 政绩观念偏差 什么叫政绩观念偏差 我一说大家就懂了 要搞政绩 而它产生了偏差 这个偏差 种种的表现 大家在我们的生活中 就可以看到 举一个例子 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乱作为 这个就所谓的 政绩观念的偏差 还有一个就是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志愿者 独断专行 这个所谓的这个软弱患散自行歧视 这些干部有吗 有 那么这些干部的存在 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党的 作为这个一级组织的这个威信 包括我们对人民的 人民对我们的信任 所以在这个这一点上 及时的推出 这个关于能上能下的制度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之及时 那么非常及时在哪里呢 我换另外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改革开放至今 包括这个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有一批老干部离退休了 当初离退休反应很大 实际上简单而说 我们需要有新的干部 思想过硬能力过强的干部 去面对什么 我们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间 干部队伍对我们改革开放40年 大家不要忘记 以小平同志为指导思想的 干部队伍的建设这一块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平时是不大谈的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干部队伍 和强有力的党的信念和理念的 我们国家能够这么快的 稳定的走到今天 也是难以想象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十三大 十三大也就是1987年 这个十三大的召开 十三大召开首先提到的什么 是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里面有一句话 经济改革的前提是政治改革 我们只有完成了政治改革 才能让经济改革快步前行 这句话的含义和它刻意所存在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么1987年 那么到1992年十四大的时候 在这一点我们总结教训以后 就是说坚定的完成了三点 所谓三点 这是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什么统一 党的核心是经济建设 这是一不变的 经济建设是什么 就是改革开放 第二点 确立经济改革目标 同时它的目标是什么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也讲得很明白 我们不是去搞资本主义 我们是要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第三点很重要 就是确立了以邓小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党的指导地位 也就是说在党的指导地位 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 同时党在这个过程中间 是全程的监督和全程的把控 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十一大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们谈了什么 对过去十年的一个结论 这是一个从十年动乱 一直到进入改革开放 同时大家不要忘了 十四大所确立的重大的 我们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改革的相互的有机关系 我们做了一个结论 还有一个结论 就是党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 所应该确立的地位 和他的这个指导原则和方针 很重要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又到了什么呢 又到了我们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变字是什么呢 世界在变 经济在变 市场在变 国内应对外部也在变 那怎么变呢 实际上变来变去 我认为我自己的理解 根本人要变 我们又要到了一个从里到外的根本的改变 和根本对世界社会 包括我们经济发展的新的认知的一个过程 同样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 当年的四十几岁三十几岁到现在岁数塌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形成一批人 固步自封 还是按照原来的经济规律来看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要变 就是我讲的思想要变 人的变化源于思想认知和心理的变化 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主动求变 主动应变 那么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 关于这个能上能下的问题 已经变得很迫切很迫切的事 这个时间点 需要有一批强有力的干部队伍 特别是年轻的干部队伍 上到这个位置上来 才能完成什么 完成我们讲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边讲的 我们叫精确实变 在我们的文件里边讲得很清楚 精确实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在危机中 中遇先机 就隐遇先机 于变局中求开新局 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刚刚讲了 躺平干部显然不是他们好与坏的问题 不适应这个社会 不适应发展 不适应我们党的未来的 远景规划 包括怎么建立这个2035纲要 我们如何达到那个目楼地 是有一批干部不适合 这个不适合的原因在哪里 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重新走后40年 前40年 我当然不讲百年 就讲后40年 后40年 我们是需要一大批新鲜血液的干部 走到领导岗位 来提升我们的干部队伍 干部能力和他的知识水平去应对 现在的百年未有之大电局 大卫老师 我先说到这里 我大概看了一下 整个推进干部 领导干部 人上人下的规定 什么叫领导干部呢 就是基层以上的 就我看到 他的通知是要求各级党委 还有他的组织 人士的部门 要切实扛起全面从严管 党治 力的政治责任 做到增管 增严 敢管 敢言 残管 残言 然后推进干部人上人下的常态化 就是整个制度 就是说 如果你是做得好的 当然我们是去提拔你 再上一层楼 那如果做不好的 那你不是平掉 而是真的是要下来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我们都看到我们国家 走一个KPI的一个方式 去让所有的公务人员真的知道 他们自己的责任在哪里 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我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的看法 他 已经做到一个重点了 就是很知道人民需要些什么 怎么才可以把地方管理好 而且的时候 他的做法是让大家负起那个责任 知道我们现在面临整个世界大变局 尤其面对美国或者西方世界 对我们的打压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让人民的时候 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活 而且还有经济上面 各方面的一个改变 还有改善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在十八大的时候 我们开始要变的时候 就是曾经说过一句话 中国一定要打贪腐 那打贪腐的工作到现在都还没有停止 为什么 因为社会上面总有一些思想不正确的人 不断的去谋求自己个人的利益 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放松下来 我们绝对不行 如果只是靠中纪委 这当然不可以 但是如果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一些坦平的公务人员 或者说共产党员 那到底会不会造成我们社会上的一个绊脚石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那如果这些人做错的事情 只是平调的话 那似乎不太好吧 那有闪有罚 这是一定的 那整体来讲 国家所要面对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多 比如这一次我去到 加南地带去参观工业园 苏州工业园 我就觉得整体的工作是做得非常的完善的 而且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不断的把整个苏州工业园 把它建设的更好 而且的时候配合国家的发展 因为那整个苏州工业园相信有很多内地的朋友都知道 是我们国家跟新加坡政府的一个合作项目 这个项目已经有28年的历史 接近30年 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呢 那我看到的就国家的发展是绝对停不下来的 完善整个规章制度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如果在这个规定出台以后 我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日子不会太长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将会往前跨一大步 为什么这种感觉呢 因为我们看到就好像过去的香港官员 他们如果不做事情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 坦平在那边没有犯错就好了 我可以无再无 怎么说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什么 叫无灾无烂到公清嘛 那香港的情况就是有这些问题发生 那当然我们不可以说 在内地在中央政府里面 有这些情况是在发生中 可是总要繁患欲未然 如果这一步再做下去的时候 我相信会令到整个国家的 那个管制的体系会越来越完整 我想请教一下乔叔 因为我只是一个香港的小市民嘛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乔叔你在内地的话 你怎么样去看这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深入的一些启示呢 对实际上关于干部 当然刚刚讲的那个能上能下 这是一个强制的规定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要刚刚大卫老师讲了苏州的问题 实际上苏州工业园区 我们来讲它是第一个园区 大家认为这个园区的开发 现在干得非常好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现象 当初要建立这个工业园区 至少在上海啊 很多的干部提出一点 可能现在听起来是笑话 为什么 当初就有很多的人讲 这个园区怎么能建立呢 这跟过去的租界有什么区别呢 所谓的新加坡工业园区 跟过去的美租界 英租界 日租界有什么区别呢 这不是上全辱国吗 现在听起来 大家会感觉到这是个笑话 但在当时那个状态下 和当时的那个时间点 我们的思想转化和思想的变化 和对时代的快速进步的要求 很多干部是没有做到的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间 从上至下基于这样一点 我们当初的政府 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包括贸易的开放的往来 包括市场换市场 我们如何市场换市场 这个不是说两句话就能做的 下面的抵抗力是很强的 逐渐逐渐的从上到下 进行学习 进行教育 进行思想更新 才逐渐逐渐跟上节奏 而且我们要求是 以最快的速度跟上节奏 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和改革开放的要求 所以说大卫老师刚刚讲的 现在可能做的很大 当初都有这个点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拉回来 干部能上能下 并不是说有一些干部 雍正懒正他应该下 但是有一些干部 他干得不错 到了年龄了 那么有新的梯队要上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升通道 绝不能一个人把两代 这个两代我们叫两代的干部队伍 这个两代干部队伍 本身来讲 对我们的整个的经济发展 和经济的运行 干部的结构是有影响的 所以并不意味他们下 是他们有问题 实际上我要把这个话 拉回到原来1982年的时候 1982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就是 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 老干部的退休制度的决定 这个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在当时你年龄到了 你该退就退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退的原因 并不意味着你有错误 实际上我们党讲得很明白 我们党的一些老干部 他是党的宝贵财富 他对过去的革命解放战争 包括这个我们的社会的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 包括十年动乱期间 他们也是紧紧的 跟各种的反革命势力 做坚韧斗争的这些老干部 他是我们的财富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什么 我是指82年的时候 面临的什么 面临的新的改革开放的事业 我们对这些事业 我们要充满信心 我们要有更多的新鲜血液 充实到整个的干部队伍中 同时在当时当然 没有这么多揽政的问题 同时对什么 对十年动乱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干部不少 几百万呢 几百万的干部如何甄别 如何让他们离开领导档位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 总而言之做这么多的工作 当时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适应当时改革开放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干部要敢闯 要敢冲 要敢创新 要敢面对新的世界 新的环境和新的开放的要求 要敢于突破 那么在一些老的思想上面 显然是跟不上 所以在那个年代 也有很多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甚至于四十几岁的干部 走到第一线 那么我们的经济发展 能够这么快 仅仅是市场经济 包括我们的一些国企改制 国企改革 他们担当了巨大的责任 和巨大的责难 但是他们肩膀没有被压垮 他们也陪伴着改革开放 走到今天 那既然走到今天了 我刚刚讲的一点 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到了今天 他们仍然是我们的财富 但是同时 应不应该下 应不应该适应 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更年轻的 有知识的 掌握新型国际关系 和国际 我们说产业知识的年轻人 讲的年轻人 我也现在也讲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这样一个结构 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这个我们说后四十年 并不是说 我们的经济模式要改 我们的改革开放 已经形成制度 制度型的开放 但是同时 我们的人才 人才不仅仅是公科人才 还有社会治理的人才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 社会治理人才 没有一个稳定的 社会结构 和我们对社会 未来的一个计划 长远计划 那其他东西 是运转不起来 运转运转 就会出问题 我刚刚讲了 关于这个 关于十三大 和十到十四大的变化 里边就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想到 在这个中间 苏联也发生问题 我们当初不会有问题吗 可能 可能会有 也可能没有 这个各自有各自的判断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干部走到今天能上能下 已经到了时代的要求 和发展的需求 发展需求什么 就是要让你变 不仅仅是 当然你在领导岗位上 你能达到什么呢 能达到主动求变 主动用变 这是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还有一种 我们需要更多的 年轻人能够接过这个接力棒 能够以他们的学识和精力 能够继续的怎么样 火炬传承 走上二十年三十年 所以说现在已经 到了这个关键时刻 并不是说 谁要下谁要上很重要 实际上 这也是作为每个共产党员 应该做出的抉择 这是党的需要 社会的需要 发展的需要 我们就要有这样一个态度 和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很少多年没有谈精神 现在是需要有这种精神的时候 大卫老师 我觉得 我现在看了前几条里面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条 他说不适宜担任限制的 主要是指干部的德 就是他的抄行 对不对 我们国家最重视德 你有德 你才能够做一个标的 去领导人民 领导你的下属 这个德行很重要 包括你的私德跟功德 这两方面都要的 这是共产党最重视的一点 第二就是人 你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 有很多的干部得很好 可是你要才得兼备就很难了 所以这个能力也要很强 勤 勤是什么 你要勤劳 我看到现在 就我们就就讲 我居住的中山地方 我的一些在中山居住的朋友都说 现在当市长不好当啊 你几乎要将近十几二十个小时去单班 然后有时候要围服出巡 怎么样围服出巡呢 就突然间我要跑去个地方 看看那边实际的情况 到底是不是好像下属所汇报的 那样子是没有事情的 就随时去抽查 另外一个就是机 机就是政绩嘛 你到底在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达到什么样的政绩 那很实在啊 你做了多少事情 办了多少事情 那些不是你的面子工程 而是真正的有去帮助当地的人民 去处理或者解决一些当地的事物 比如好像居住的问题 民生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生活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市长12345那个电话 其实我也打过 就那个时候要回来 从香港回来内地的时候 我的小孩跟我太太 那我也打去深圳的12345那边 那些所做的就是一些政绩嘛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连 一定要连结啊 拜托 如果你是一个贪官 那当然是不行啊 你一个干部的时候 如果你不青年的话 那你就把所有的事情 你就会为自己而想 而不是为人民 为国家去想 那所以这几点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做得很重要 而且的时候 最重要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你这个限制 以前很简单 中纪委查到你有问题 那我就双规嘛 对不对 想说 对 那双规嘛 可是可是你看到 整个中纪委只是 你有贪腐的状况 我才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如果 那是就你的德跟年有问题 可是你另外三个呢 你的人 你的情 你的基 这三点 你能不能够做得到呢 那当然 现在我看到 有些地方的干部 真的上来很快 那我如果做得不好 我就调你去别的地方去了 或者一些比较闲职上面的 那通常都是平调的比较多 那如果 你的情 你的基 你的人 三方面的时候 都能够做得好 那对人民来讲 那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讲的 里面 所谈到的 第五条里面 还要分成 1234567890 1113 一直到第15 哇 里面说的很详细 这一次的改革 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改革 然后是让 我们的公务员 更上一层楼 而且要求更高 当然 对中国共产党来讲 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而且 花的力气 就表示你一定要百分之百为民服务 各方面的标准都定得非常的严格 那这样子 当官的就辛苦你了 因为你们一定要是父母官 这一点是必然的 所以 我看到 现在有的年轻人 都愿意为国家服务 他们真的是 为了人民 不讲薪水多少 因为如果你为了赚钱 你当官 就真的不能赚太多的钱 可是国家会照顾你 当然你要有表现 才能够行的 而且 我们的年轻一代 越多越好 有能力的越多越好 刚才其他书讲 除了在理工科方面 或者在一些市场方面 我们都有 可是我们更需要什么 是有政治智慧 管制的人才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的时候 判断力啊 领悟力啊 执行力啊 这三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我常说 共产党的文件里面 总会看到很多的违言大意 如果你不懂这个违言大意 而且不知道国家整体的方向 要怎么样走 你只是一个虚应故事 或者做一些面子工程 我觉得这个绝对不行的 那你不懂的时候 你不如让懂的人 而且有能力 有领悟力的人 就上去吧 那这样子是最好的 而且不只是上去 那你能力不够的时候 不如你往下走一走 学习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懂了 再上来 我相信这是国家的 没有不是国家 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方向吧 你不是说 你下去了就永远下去 而是你下去以后 如果你真的能够反省的话 应该会再上来 那这是我一个初步的了解 不是很成熟 江苏你的什么看法呢 对 大卫老师刚刚讲的很对 包括你看我们看14条 14条因健康言语 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 一年以上的 那么所谓一年以上的 就是在其位 由于身体问题 他在其位 无法谋其职的这种情况 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社会管理的需要的 所以包括还有其他不适合现任职务的情形 那显然不止这15种 还有很多呢 并不是像前面的13种所列出的明确的不符合 还有一种是客观原因 客观条件所造成的 他无法履职的 那像这种情况就要变 就要赶快要变 那么我更理解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也是一个干部队伍的一个改革 就是能上能下是一个改革 实际上是把我们干部队伍的上升通道 完完全全的打通 我相信大家以前都有这样 这个听到我们对干部队伍的 有这样一句话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克服什么 论资排备 并且不能求全责备 这个是我们的领导讲的 这个不能求全责备 同时呢 还有一句话 很难听的话 我们不能搞尽情繁殖 这个是82年就提出来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我们的领导讲 某某领导在上 下面都是徒子徒孙的这种状况 要打破吗 要打破的 你不打破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 尽情繁殖的一些干部体系的一些现象 这个现象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党 我们的政府没有看到吗 看到 实际上能上能下的这个政策的这个 这个规定下达 实际上在我们中央政治局 2015年就已经审议批准 审议批准过程以后一直到什么 中央办公厅下发的这个修订稿 什么时候下发的 也是在2015年的7月19号 一直到今年2022年的8月19号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修订 正式修订 正式下达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也不是谁能决定的 集体决定 时代要求让他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难道是谁能拍板吗 拍板早就拍了 对不起 早就可以拍板了 那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开会 修订 总结 观察 等等中间发生的问题 一旦这个 这个我们讲这个规定下达 差不多如何操作 因为如何操作中间有很多的细节 下怎么下 下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 怎么解决 细则规定全都出来 所以说这个我们讲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首先对一些违反这些规定的 那是肯定的 你是这个腐败也好 得不配位也好 应该下的 这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他并没有这些现象 就我刚刚讲的14条15条 那怎么做 怎么能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下 同时还有一种要体现党的一种精神 这也是一场革命啊 所以我跟我朋友也在讲这样一句话 我说共产党老是在对自己革命 革谁的命 革自己的命 浴火重生每一次都是这样 这次也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在另外的那个群里面就有人这样讲 现在很多干部也不知道应该干啥等二十大吧 这实际上就是这种现象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等指令 准备怎么做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怎么可能有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的产生难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这个的规定的下达 显然是符合实际 而且是赶快要进行操作的一个过程 我 我有一些看法 因为 我在看到这十几条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方方面面 还有补充条款 然后我把它翻到最后一条的时候 那更好玩了 十六十七十八条 它里面说什么呢 各地区各部门 可以根据本规定 结合自身的实际 制定实施的细则 然后第十七条是什么 本规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 那第十八条是本规定 自发行之日起实行 就是现在 马上执行 对 哇这个动作很大耶 真的是太厉害了 然后第十二条 我觉得就 那个应该是第五条里面的 第十二个项目 它里面所说的 因为存在配偶子女 宜居国境外 配偶子女 还有她配偶经商 办企业等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 需要组织调整的 就是做到官商不勾结 这个过去已经有了 现在是更确实啊 所以的时候 我觉得未来 本来我们今天晚上 是要谈一谈经济的 可是千叔 对 说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就马上找資料来看 一看 喂不得了 啊 就好像千叔所讲的 共产党每次的革命 都是革自己的命 再来 你不失恶的就下去 不是人多就行 而是我要全部都是 精英分子 纪律 非常的明确 要求非常的明确 而且我要让每一个在服务所有人民的干部 都是一个精英 这个精英你一定要了解 而且要更特别的一点就是第七条 第七条里面说什么 要注重听取群众的反应 了解群众的口碑 特别是听取工作对象 服务对象等相关人员的意见 比亚斯可以与干部本能谈话 听取说明 哇这个工作量很大 我看到我都头晕了 对吗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过程也是我们老百姓看在眼里的很多现象 那么这些现象并不是说我们的党不知道 知道 但是这不是牵涉到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问题 如果变成一种制度或者变成一种法规的话 那么人人平等 所以说建立这个制度经历了多长时间 七年时间 刚刚大卫老师讲的子女在境外的 就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所谓的裸观 这种裸观我们看到的也很多 那么这一次制度出来了 你既然是裸观按照规定你就下吧 你就不要在那个位置上 你在国外子女都在国外 家产也在国外 都是绿卡都是护照的 那你随时随地你可以不负责任的 这个当初有一种说法 没办法这是人情事故 家人是家人 我是我 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是党的干部 现在明确不允许 党纪啊 党纪是高于国法的 党纪是高于国法 比法律还更严 这个我要谈一谈 这个我要猜猜话 我自己真的觉得 当官容易 当共产党员很难 以前 可是现在 你官就是共产党员 基本上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上升的渠道 可是因为整个共产党的几率非常严格 所以才可以造就 所以现在才可以造就国家这么强大 那我看到香港 香港其实很多裸官啊 我真的 这个没办法谈一大堆 对一大堆裸官啊 那他们的子女啊 他们拿绿卡啊 而且他们在外国有很多的资产 那这个方向 我觉得香港需要向我们内地来学习 向中央政府来学习 因为你裸官太多 你就是负担很多 而且现在我们是讲究国家安全的时候 那当然一国两制之下 我们要走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 在香港 可是在内地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我觉得 当年邓小平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不管黑猫白猫 啊 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我有一句话稍微改变一下 我不管你是黑猫白猫 能做到为民服务的好官才是好官 那你怎么为民服务呢 第一 你不要有退路啊 你做工作做事情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就把我自己当成就担任这一任的领导 我其他都不想 会不会晋升 我不管 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就好了 这是香港所缺乏的 我们看到现在西方的一个整个政治体系 我 我是认 我是只认一届啊 可是他认一届是怎么样 我这届里面我尽量去刮钱 去赚很多钱 比如以前的香港港都 一个皮箱 拿过来香港 12艘船运回去英国 为什么 那是名子名高啊 对吗 香港的官员 如果你还有外国的护照 你有外国的房地产 你怎么为民服务吗 算是你没有 你身边的一切朋友 都是一些达官贵人 或者是一些三角的富豪 那你怎么样去做 做官员一定要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 你要去处理为民着想的 你必须要去做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共产党的改革 就是说 你不能用工费去吃吃喝喝 你要吃饭 没有问题 工作餐 你的工作餐是多少钱 就多少钱 如果你自己 要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 你的应酬 绝对不能太离谱 曾经有过一个新闻嘛 那有 我印象中当初十八大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觉得 是不是真的要要求这么严格 在吃饭方面 那我们知道在十八大以前 很多官员去吃饭的时候 都十瓶八瓶那个 拉菲的红酒 我有听说过这个故事 然后的时候 有一天不小心 有一个官员 就把那个照片拍下来 结果当时在微博那边去管传 传得很厉害 然后结果那个官员 就下台了 为什么下台 因为他违反规定啊 那大家知道 哎 这就是认真的 我们真的要去做的 而且 中纪委 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全面的去发工 在做很多打大老虎的事情 不是打小餐银哦 是打大老虎 有问题的时候就来了 国家的政策真的是在十年里面 打贪腐那一方面是做得很好 因为你执 因为 不好意思 因为最重要的 就是你国家的公务员 真的没有贪腐的那种情况 才可以让人民真正活的幸福感 获得感 那如果你官员贪污的话 那会让我们国家的人民受苦 而且真的会让共产党发生很大的问题 那个时候说的就是 玩党玩国嘛 那我们在这一代的人来看 我们为什么觉得这十年里面 国家变化的很多 而且越变越好 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为民着想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 这不是一句台面的话 而是我真正心里面作为一个香港人的一种很确实的感受 那现在我看到这个能上能下的这个政策的话 我觉得更好了 那中国未来会没有希望吗 不可能 我只是告诉大家 一定会做的比现在好十倍以上 因为绝对不可能再出现任何的用关 我觉得这个执行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 它是一定会严厉的执行 因为在过去十年里面 我们都看到国家在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的严谨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这个改革呢 如果你不透过这个改革 老实讲 我们要走向世界 诱惑真的是非常的多啊 你要怎么样为人民着想呢 怎么跟国际借轨呢 一定要更好的几率 才能够让国家真正的越来越强大 人民才可以真正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事情 我们看到过去有一些的社会事件发生嘛 对不对 比如好像 唐三的事件 对吗 那是一个社会的事情 我们国家总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以后 才去处理或者解决问题 一定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 就去解决 看看他的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那是一种代证 你没有办法去把人民照顾好 就是你当官当领导的一个疏失 所以这一次来讲的时候 我觉得很大位的地方就是说 把它形成一个真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规则 人民有福了 这是我自己一点点的感觉 交给夏叔 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反腐倡联 这个反腐是一条线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 实际上是第二条线 这条线是要并行同步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讲深恶痛绝吧 对一些这个官场的现象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个中国共产党就在构建什么呢 构建一个我们所认为的 我们党所需要的政治生态 过去的政治生态是不理想的被打破的 所以大家平时都可以看到 包括长期以来有的地方有的单位 上升通道没有 干部的上升通道没有 新鲜血液的这个补充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干部本身没有引咎辞职 有的地方的单位呢 所以说人这个积极性也不高 有的单位的这种干部 你只要不犯大的错误 你可以施卫素参可以躺平 还有一个叫佛系佛系干部 你动不了的 可以在一个岗位上一待就是十几年 一直干到退休 他既不想上 但是也不能让他下 所以干部之间没有交流 也无法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这种就我们讲的 这种干部生态是不正常的现象 所以说这边要打贪腐 这边要对干部制度和干部生态 进行一次革命和变革 所以说在这个规定里面提的很清楚 就是说坚持实事求是 不是说你不行我就把你拉掉 他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 公道正派坚持事业为上 人事相宜坚持依法依规 极极稳妥 着力解决什么呢 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 这三个方面是作为突出的矛盾问题 要尽快解决 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 雍者下劣者态的用人原则 这已经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大的变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看到今天的变化 这是一个根本的又是一个转折 对干部队伍从贪腐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能政就是他有能力去执政 而且是能够执政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卫老师 这一点我就想跟羌叔讨论一下 你觉得这个制度跟西方的那些制度 比较起来会怎么样呢 我感觉真的 我们不要太复杂 我们就跟老美来做一个比较 为什么我们觉得说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让观众知道 我为什么会觉得共产党这一步做得很好 那因为我们对西方都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它根本对于国家来讲 它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培养出来的领导人 那那个不是那些上去当领导人的美国总统的那些都是政客或者是演员 是不是真的能够为民着想呢 我觉得这并不尽难 而且他们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选举上面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影子 然后羌叔交给你 我们讨论一下吧 实际上在这个对 在这个规定里面 大家可能会认为中共中央这个政治局 可能是我们为了需要为了要求来制定的 实际上不是的 实际上它是有基础 这个基础就三个基础 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条例 第二个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工作条例 还包括什么呢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员法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规定的出台 不是拍脑袋的 是基于这三个基本的要求 什么要求 两个条例一个法 所以说党内原则是条例 党内的法规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国家的法 在这个法的基础上 和条例的基础上 派生出来的 推进干部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 这个规定是完善 我们一直强调的党员干部 他的这个工作 他是有规定的 他的上下实际上也是有规定 能上能下 现在的要求是什么 就要让你能上能下 这个能字 能字 不能你就下 能你就上 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也要看到条例里面 还有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条例以后 是不是让我们的干部 无所适从啊 会不会违反一些规定啊 但是我们在这个规定里面 也第13条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要落实三个 三个什么区分开来的要求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什么叫三个区分开来 也就是说正确把握什么界限 保护干部 干事创业 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宽容改革探索 先行先事等工作中的失误 我们要把失误 这就讲到一个核心了 这些失误 要把它的错误区分开来 就像我们现在喊的口号一样的 国企要敢干 什么叫敢干 敢干就是什么 要能够有改革探索 先行先事的精神 并不是说有了这个条例 我的领导干部什么都不做了 我天天看这个条例 同时你如果没有探索精神 你没有先事先行的精神 你没有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你和揽政佛系没有区别 所以正因为这样 所以在这个条例里面 规定了这样一条 所以在政策界限上面 是画得非常清楚的 大卫老师 哇这个我找到资料了 三个区分开来的内容是什么呢 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 因为缺乏经验 先行先事出现的事物和错误 跟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出来 就是你敢要去改革 你不能因为怕事物怕错误而不去改革 那跟违纪违法是不一样的 要分的很清楚 就是你真的要往前走一步 你要去改革然后才能够进步 如果你怕错误而不去改革 那你就问题很大了 而且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缺乏经验 可是你就培养经验啊 你就去做啊 做一些小小的一些调整 让人民过得更好 让事情可以办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要区分开来的 好 第二个是什么 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 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 和上级明令禁止后 依然我行我恕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那很明确啊对不对 没有明确的确定 或者说没有告诉你不能去做的 那你就去做啊 那就是有一些事物跟错误的时候没有关系啊 因为没有规定嘛 那如果规定的时候你有问题 也是要告诉你 你真的要去尝试要去创新 那这一点很重要 好第三个是什么 为把 第三点是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 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那这个很重要啊 一定的你是无心知识 你不是故意的去这样子做的 那当然你是刻意的违纪违法 当然不行啊 所以的时候 你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 而去做一些过失 那看得出来啊很简单啊 可是你是要为了发展啊 比如 我要扎山引之 我真的要进来的 可是我自己没有收到任何的个人的利益 那结果那个投资者啊原来是一个啊不太靠谱的人 那这样子的无意的过失 那当然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那你要小心吸取经验就好了 就是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这样子去做的时候 就是说我要容许你敢去犯错 因为说真的有时候年轻的干部或者年轻的领导 他们真的可能是经验不足 或者看事情没有这么周到 可是你要让他们小的就是说我要去试 我要去动 我又忍不住要拿香港来去做比较 因为我看到香港的很多官员就说 不做不错 少做少错 对吗 那有很多事情我们就放在那边 也不要谈什么改革啊 我们就用过去的方法来去处理就好了 那因为过去的方法没有错啊 那在那边的时候 如果那些事情办不了 我就把它丢给别人了 踢皮球 踢到别人的身上去 那别人的时候看到这件事情 我可以处理 但是我也可以不处理 那怎么办呢 那我再踢 踢到第三个部门上去 第三个部门一看 哎不对劲哦 这件事情我也不太行 我如果处理的时候 我花非常长的 非常长的时间 那就把它踢 结果又踢到第一个部门上面去 那这个皮球踢来踢去 结果怎么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要解决一件问题 一件事情 是旷日费死 用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 然后 就把那件事情去搞砸了 而且弄到民怨沸腾 这就是一些行政单位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 因为我有在内地处理一些小事情 我看到很多公务员去帮我处理事情的时候 他都站在我的角度 去帮我解决问题 而且 当我不了解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的话 比如我简单来讲 我的居住证 我换了地址嘛 然后上面的地址跟现在居住证不一样 他就跟我说 我本来想要去换的 他就跟我说 其实你现在不必要再去换 因为你还是在中山 你不是搬到其他的省市去 那你居住的地方 不一样没有关系 你暂时不用换 等到你真的有需要 要换你的现在居住的地址 你才去换 那这样子我就很方便 他是站在我的角度上面 他说你换也行 不过要付钱 可是我觉得 这个方面 你不需要花这些钱 你就把它省下来 那我就觉得 哎 好 真的很棒 所以我看到 就整体来讲 对于我们国家的公务员体系 我是觉得很有信心的 那现在 我其实在 前一段时间 我刚来那居住的时候 我的一些中山的好朋友 已经告诉我了 你不要以为现在党员很好 党员很辛苦的 他们要负的责任是非常的多的 因为他们一定是要求为人民服务 而且你在行政单位没有问题 那只是你没有问题而已 可是你分分钟啊 会看到你是违反了党规 那就问题很严重了 所以共产党员做事情 都非常的谨慎 而且因为 你要得财相配 才能够做得好 现在还不止 你有一点点的错误 如果你真的做不好的话 那你的官 会丢 可是那种丢的时候 就是平调吧 那你去别的部门去做 那如果现在做不好的时候 对不起了 你可能就下去了 下去的时候那就严重了 你要上来了 可能要花更多的努力 所以这一次的改革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看起来我就很开心 好 江苏再交给你 这个问题我想今天谈到这里 我希望我们的观众和听众 能够对这个政策的这些规定 就对这个规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构建大家老百姓都希望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贤政的一个政治生态 我们也不要讲这个什么制度 什么制度好 我们用一句话 这叫贤 贤就是贤能的贤能的贤 贤政的一个政治生态 这个贤政是老百姓喜欢的 你这个贤政所贯彻下来的 都是切身切地为老百姓着想的 因为什么 你只有这样我们所有的干部 他才能够怎么样 就是包括干事创业 担当作为 知敬畏 这个纯借据 手底线 手底线很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才能贯彻我们讲 我们的不忘初心 为人民服务这一点 所以说这一次这个规定下来 我认为就是并行的两条线 一个是贪腐 一个是干部的治理 这个就是完成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态 而重新杜绝什么 杜绝他从一开始 有可能转为腐败的这样一个状态 另外还有第三条线 我们观察一下 第三条线的三条线的才能稳定呢 三条线我们看二十大以后 二十大以后当然按照我们党的习惯 都会有学习二十大的精神 进行思想上的认知 进行思想上的变化 实际上过去大家都很讨厌这个变化 但是二十大以后的这个变 是契合我们这个中央讲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和我们对未来的期许 都要停留在一个辫子 所以我们的节目上面永远有个表示叫辫 大卫老师 那这是一个情况的 我觉得有一点在西方媒体的时候 不断在抹黑二十大 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看得很清楚 了解他的本质最重要 因为我跟腔叔做节目扣着两个观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第二个就是国家现在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本质跟变这两个我们一定要把握好 整个本质我们很清楚 它没有偏离我们要前进的路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国家正在变 可是这种变是一定需要的 我们看到每一个制度 我们在过去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 每一个制度到某一个阶段里面 总会失去了一些生机 为什么失去生机呢?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某一些制度里面出现了漏洞 如果要改革那真的是很难的 我们看到比如宋朝 经过很多次的变法 可是改的不成样子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就有私心 不愿意就自己的问题做出一些改变 而且习惯了 所以看到过去一些政权的衰落 那其实我们现在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在做一步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不会让问题不停的在出现 而是在问题出现 或者有一些端倪需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 出来主动的去改革自己 那这种改革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如果你不会 你觉得这个制度 已经行走的很好了 然后继续走下去 可是你明明有发现 它有一些问题在产生 正在走下一个 腐败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我这个时候不及时的出来 做一些调整 或者定一些规条去改变的话 那是很难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国家 一直在讲 改革开放的路 我们是不能走回头路的 那这一点为什么呢? 我以前不懂 现在我越来越清楚了 现在不是走回头路 而是我们真的往前在走 因为我们只是刚开始而已 这是我一点的看法了 强叔 那看看你的看法 对 我的看法 没有什么 大卫老师 您讲的非常好 非常好 实际上我们已经讲的 我认为这个议题 讲的也差不多了 OK 对 讲的也差不多了 实际上时间好像也蛮 一个小时 过得很快 OK 一个小时 对 就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就议题讲到这儿吧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更想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或者星期天 或者我们可以谈的 把这个议题我可以放在这里 就是关于外资撤资的问题 很多人都比较焦虑 包括外资是不是要撤走了 我们的经济会不会有问题了 那么我想下一集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数据 一些数据和一些外媒的一些报道和内容 和他们对问题的分析 比如德国的这个绿党 这个绿党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职位 就讲要跟中国脱钩 要跟中国保持距离 包括他们可能跟有一些国家也在联合 怎么跟中国在贸易上面进行限制 它限制得了吗 为什么限制不了 我到时候给大家一些数据 大家就知道了 现在不是脱不脱钩的问题 而是离开了中国 它没有办法生存的问题 大卫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一个小时差不多了 好 感谢佳叔 好 拜拜各位 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再见